今年8月5号 在伦敦东区一面著名的涂鸦墙上 出现了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迅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很多人说 这是中共威权主义政治口号 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入侵 也有人说 这是高级黑 是一种讽刺的艺术 在气候的几天里 这面涂鸦墙引来了各种二创三创 涂鸦创作团队的成员 也遭受了激烈的广暴 整个这一事件的策划者 中国学生伊雀在事件发生后 选择了销声匿迹 但在两周前 伊雀接受了王菊波克的专访 他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刷在伦敦街头 这到底是讽刺还是霸权 他进过看守所吗 他又如何看待这件作品本身 请听王菊波克对伊雀的访问 我录我是图像和声音一块录 到时候我播的时候就只有声音 我不会有你的头像 当然我看到你接受BPC的采访 也露脸了 我可以露脸没关系 你可能不在乎 我觉得 我其实这个也挺想误问你的 你觉得我这样的东西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回去过 但我又觉得应该不至于 有这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没准你还能给一些建议 我说心里话我不太确定 对我也不是很确定 你说实话就是感觉我觉得不至于 因为我只做了这个字 所有的其他后续的事情只是一个缩影 而且我再做一个对吧 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他因为这个事情惩罚我 应该不太至于吧 如果当然如果他因为这个事情也惩罚我 那又显现出一种一个问题 显现出一个有趣的一面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对 对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体制啊 有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理性 他们可不可以觉得可能 你这个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因为他这24个字 过去他只是对内宣传 在国际上 他未见得希望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但是因为你这个举动 导致了这个东西成为了国际媒体关注的核心 至少那一段时间内啊 哎他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由你导致的 由你引发的 是吧 嗯 有这种可能性 在他们的逻辑里 留学生都应该老老实实在那读书 然后呢 不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 也不要参与有可能引发政治溢出现象的行为 哎我真的不觉得这是政治活动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一定要把这24个字 作为呃 Chinese propaganda 但是 呃你可以这么去做这个符号化 但是你不能忽视这个字本身 它就是文字对吧 那 对 那他 这个 这个 你怎么说呢 那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个文字啊 就是这个只是他的一个 呃 看你的建议是什么 但是 但是 我觉得 怎么理解才重要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地方也在于这条线嘛 我觉得这个线就是一种艺术 你知道吧 就是你要需要去跟这个线 玩 反而本身它就是一种艺术 嗯嗯嗯嗯嗯你当时怎么想到要把这24个字 噴在那个墙上的 哎呦 这就是一个长故事了 我觉得 本来 因为我其实我跟你 做采访 我也挺想 把这个 嗯 更多的艺术方向的 考虑告诉你的 因为我也接受了很多 你家媒体采访嘛 比如说BBC 比如说Guardian 包括之前南华早报 其实我对南华早报还 还挺有期待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种背景的媒体 就我跟那个记者说了非常多 嗯 关于这个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之间的关系啊 包括这个言论自由啊 包括比如说艺术圈的这种寒蝉效应啊 啊 说了非常非常多 但是没有办法 结果也没有放出几条信息 最后好像逼得我 我是没有办法通过媒体说出真实的话了 就包括我我一直有说 就说Guardian啊 或者说BBC啊 他们真的都是最后变成了自己一种意识形态的机器了 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物质化产物了 就是他们只选择了他们感兴趣的那个角度 yes 他们只说他们想说的 包括Guardian他选取的这个角度也非常的雕端啊 他选取了说呃 这个说明威权主义呃能够在西方国家有空子可以钻啊 这个角度选的真的是真的是无语 我就觉得其实我说了很多这个 这个因为对我来说当代艺术实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一直在国内也做了两年多的策展人呃 呃在一个美术馆做馆长 所以我一直认知到当代艺术它本身的跟社会之间是越来越脱钩的 它本身有非常大的这个行业本身有很大的问题 那我非常希望艺术是能够直接做云社会的 而不是变成一种社会问题的simbolize 因为现在其实当代艺术有非常多的这种地缘政治啊 这种各种这样的政治性的东西 但是它完全就是在一个非常小的这个舒适的圈子里面去玩 那你说的再多人家真正的大他者 真正的政治家根本不不care你 你说好了反正没人听 这个这个是一个呃是一个就是我我个人是很希望能够让当代艺术走出去的 那当然走出去它肯定是依然从本身上是很难理解的 因为这个艺术啊特别是从肚上开始的所谓contemporary art 嗯它就是一种挑衅的 它是有一种反叛的 它是一种揭露的运动 嗯它本身就充当社会的一面镜子去哎怎么说呢 去去显示各个方面的问题 但它不不不真的去真的自己会某种 当然艾未未她的作品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她有某种政治性啊某种这种非常强烈的符号是什么 那可能也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她的这个父亲啊她的这个真是的原因 但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呃我我真的是比较中立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不太喜欢做特别呃强的judgment 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就是这一切你刚才跟我说这一切你都已经想过了是吧 那当然肯定啊那不然我会忽然去做这样的事吗 就是说你希望用某种形式来介入到现实生活中来 然后并且呢引起社会民公众的关注是这样 对我之前想过我说我直接不说话 我就就不不以艺术家的身份出现 我就不说我直接画上去再也不不去认领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又觉得这个时候艺术家是必须在场的我我很仔细的考虑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如果艺术家不在场的话他可能有就被定义为一种 呃恶作剧啊或者或者这种形式的一种也未可知 所以说艺术家在这个社会中要在场其实是促进大家思考 他们会想哎为什么一个艺术家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他才会去考虑就像一个东西他放到美术馆里 他可能放外面就是他妈的一个垃圾 但是放到美术馆里人家会对他进行一个更丰富的minimize的一个状态 对那你怎么想到用这24个字写的那个墙上呢 呃这就回归于我整个concept嘛 因为我觉得东伦敦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自由化的一个 甚至他带着自由的商业化的一种场地 他在伦敦的这个地方breakland这个地方 他是非常多就是很乱 天天就是在街上抽大麻呀 然后乱放声音呀 然后偷盗啊抢劫啊非常多这个地方 但是他又非常的商业化 大家都想去看看这地方到底是啥样的 然后那边会卖一些七里八怪的这种破衣服啊 我们把它称作古琢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 甚至这种这种性玩具啊这样的这种店 他就是一种比较边缘化的一个地方 那他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就象征了极度的西方的所谓自由化的一个场域 那忽然出现一个这样的符号 它本身是一种完全两个极端的一种碰撞 但是我这时候你怎么想到用这24个字作为你的就这次的艺术的载体呢 这个我确实没有想的特别多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符号 对吧它确实存在 然后它跟这个墙又特别搭 太搭了 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哇一秒回国了呀 或者说我觉得哇 因为大家都会很take it easy 没有觉得是很严重的很serious一个事情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开始就想到用这24个字 还是说在几个方案中间 权衡了一下最后选了这24个字 因为你即便要表达你这个主题 其实你有很多种媒介可以选择 对吧 另不是只有这一种 因为我觉得这个媒介首先它跟这个墙很搭 而且它对于这个方向的极致是最合适的 有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墙把这个字美化一下 做一些design 做一些好看的东西去做 那我觉得那还不是一种产媒吗 那不就还是去迎合西方的价值吗 我们就做这种最纯粹的两种形态的一种碰撞才是最有意思的 我看你们当时一共大概有你说二三十个人凑在一起搞这件事情是吧 二十多个人吧 二十三个人 那这些人都是你们学院的吗 还是说每个学校都有 皇家艺术学院的跟我同校的可能不到一半就四五个人 然后有有轮逸的有金匠的有不学艺术的不是艺术学院的有其他国家有马来西亚人啊新加坡人啊 保加利亚人啊 那你们在哪聚集起来的这个群 首先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吧 因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基本上他们也用微信 然后他们不用微信的话我会单独跟他们聊 就这件事情就是我策划的 然后我就找了一堆人来做嘛 那肯定需要有人来做 我不可能请游戏工来做 游戏工肯定不愿意干这个事啊 包括这个我也怕后面出现问题 我肯定是要请自己认识的朋友啊 身边的人来帮忙做这个事情 那你怎么跟他们讲的 其实就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表达 没有说特别多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serious的一个事情 那当时你召集他们的时候 实际上你这个创作想法已经都非常成熟了 只不过让他们一起来帮你来实施这个方案 还是说你把它召集在一起之后 大家一起商量一个方案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是已经想明白 我是想清楚 他们就是那天来 也就是当做一个没有很serious的创作方式吧 因为Brickland边上有个草地 然后大家都一起坐在那聊聊天 然后喝喝酒聊的差不多了 然后就去做这个事情 就相当于把它做成一个party了 一开始 然后我们再开始做这个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 有没有人对你这个方案提出一些建议 或者意见 或者说他自己的想法 有人说过就说觉得不要做那么大 就稍微小一点 然后我就觉得必须要做很大 大才有才有那个味 你说这个大是指什么意思 就他们意思是不要图那么多 就因为整面墙造成的影响 那肯定也是不一样 你做的很小 那其实就不太能够形成这种话语了 那你作为一个艺术家 你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肯定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那你想你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想表达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有最最需要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的很清楚 就我觉得自己是很清楚 但是总有人就 他已经被拖入到政治的二元叙事里面去了 他不是在艺术里面场立的 现在大部分人讨论 他总觉得我就是必须得是小伙伴红 要不就是高级黑 我他们就不能是其他人 这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艺术是一种立场 艺术的批判就是一种立场 我的批判性本身就是一种立场 我并不代表说我一定要 我站在中国或者站在其他国家 这个作品 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对于两个意识形态 都进行了揭露 这是你的作品 写在墙上之后 没观者的反应 我想问的是 你在自己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想表达什么 我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就在期待为观者这样的反应 这个反应就是本身 就是他的作品的一部分 这个处于叫做 interactional art 就是介入式艺术 这个其实从很早以前 80年代的维也纳行动派开始 作为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 就已经存在了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太小众了 他们根本就不懂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介入 包括其实西方有非常多的艺术行动组织 随便说一个比如just stop oil 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去除生态问题 减少使用油煤气 然后他们就在街上这种静坐 做成一排 然后或者说慢行 之前甚至对梵高的向日葵去泼 potato soup 番茄汁 对吧 它其实没有太大的社会危害性 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去关注到 人类根源的问题上去 现在是根源的问题叙述变成一种商业化 包括您的节目 它可能叙述是一个部分 它在揭露问题 现在揭露问题变成了一种形式 揭露问题也变成一种商业了 就是它可以说 但说了没用 说了反而那个人好赚钱 但是对问题本身不再有任何作用 而且反而成为问题本身存在的一个party 就变成了一种被可理化的一个区域了 就像matrix一样 我知道 像摇滚音乐的歌手 都是以批骗社会的姿态出现 然后社会就会给自己一大笔钱 然后他们就变得商业上非常成功 从此实际上变成了社会非常成功的一个阶层 对吧 对 这个就是很 你像表现一种 很荒诞的一种逻辑 对吧 那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你当时在写这24个字的时候 你已经预期到 这事后出现的这两种反应了 我预期到了 其实我之前有很多创作都是 有待有这样子的性质的 只不过呢 这个作品呢 它比较直接一些 可能起码从符号上稍微直接一些 那这样就导致 就是它这个后续的这个东西确实也比我想象的更加的大 对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就是这么强烈的 我觉得肯定会有人批评 有人有人觉得有去有人批评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呈现 这是我之前就想到了 但没有想到这个就是他们去人肉啊 去这个确实是比我想象的激烈了很多啊 这个我确实也是没有想到 但我觉得这个又很有意思 虽然一开始觉得还挺难受的 但是过了这个段时间仔细的考虑了一下 毕竟政治是我之前未曾介入的 或者说我的作品 我研究的凡科夫学派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批判 它对于社会问题进行批判 它并不是直接对政治本身批判 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 但社会问题可能背后是某种政治的决策 可能出现着问题 但任何一种政治都一定有问题 对吧 没有什么完美的政体 那其实艺术家做到的 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决策者 他是一个对问题的揭露者 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没有办法 就必须存在 但并不代表不能说嘛 对吧 那你觉得结合这个东西 刷在墙上以后工作的反应 当时创作的这个目的达到了吗 我觉得达到了 而且我觉得成功啊 所以说我在BBC上说成功啊 就是比之前想象的成功了很多 这个特别有意思 而且让我关注到了 非常多的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也思考了更多的政治 通过这件事情 然后也思考了很多关于网络暴力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网络暴力确实是个问题 就是我这种事网络暴力就算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 就会发现我好多以前 看了一些之前的一些网络暴力的案例嘛 就比如说什么国内有一些 有个女生她懒了一个红头发 结果就被网络暴力暴力到 然后直接人跳楼了 然后非常多这样的案例 我看完之后非常的觉得很惊讶 但这个问题其实是不通过这个作品 是走进不了我的视野的 我认知到了这个网络上的这种力气 但这种力气其实它本身就存在展示出一种问题 而且您是看到这个东西的人 我觉得很难得吧 我记得你在那个视频里面有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攻击我的人 他本身也是一种威权的形态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 那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对吧 你冲着一个艺术家 一个自由表达范围之内的艺术家疯狂开炮 那你连这个你自己所认知的问题本身都不清晰的话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 所以这帮人其实跟当年那些红卫兵没有区别的 就是脑子是不受控制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体现出来这种 所以是要做反者道之动 这个两个极端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回归到同一个点 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关于这个事实层面 我还有挺多细节要问你的 当时有人指责你 说你这个涂鸦艺术 当时把这整面墙都涂了 但第一 人家这个地方不允许涂鸦 实际上你违反了当地的法律 没有 这个地方最多说它是一个灰色地带 它不能说是违反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公共认为的 所有的涂鸦艺术家都认同了一个 free graffiti的区域 就是自由涂鸦的区域 那为什么后来警察给你们开罚单 因为可能是因为面积比较大 他们那个时候就警察没有给我们开罚单 是consul 是那边的当地的这个区域的管理者 这个区域的管理者 他不代表政府的 就有点像中国地头蛇 然后我你过这条路 我必须要收你这个钱 但其实大家都在都在过这条路 但是他刚好碰上了 他就要收你 或者说你你过得太多了 你过得太猛了 你搞一个超级大卡车在那过 那人家就不应了 你弄一个小车 在可过条条路 他就不管你 consul可以罚你款 那是consul个人的行为 不是一个政府行为 但是他总要依据一个法律吧 他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 他只是叫了警察 警察只是说 你要你们就算了 别弄了 那我说不行 我要弄完 就当时你们搞到一半的时候 警察就来了是吧 对 那我说我们罚款也交了 那我更要把它弄完了 对吧 别人罚款都没交 我罚款交了 我还不给他弄完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否违法的话 那后面那些人是不是也违法 那大家都在违法 那他们违法 那也许啊 因为在国外有些艺术家 就是以这种轻微的违法行为为容 他们无所谓 对吧 但是别人说就是你这个行为 首先他可能是触犯了法律 被人处罚了 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属于私人的一个地方 西方国家嘛 街上的建筑这些都是属于一个人的 他就买下来了 有一定的自治权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 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罚款 但其实他们又依靠这个东西来赚钱 因为他们就需要不同artist上去画 他才能让这个地方火呀 他才让这个地方不断的有这个涂鸦出现 这个地方才能赚钱 所以说这边的拥有者 他其实是很希望这些东西来的 所以我说他们应该给我广告费 因为这个事情之后 一堆人过去打卡 过去看 想去看看这是啥呀 是不是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不应该罚款 应该给我广告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有人说当时你们图调的那一部分作品中间 有一个艺术家 他当时已经过世了 同行都比较尊重他 他那个艺术作品呢 有意的就把他都让开了 让他那个作品尽量以某种形式 能够一直存在下去 但是你们上帝就哗把他卷涂掉了 然后就表现出来 这是说的最多的 我其实根本就懒得反驳这种 就是graffiti 它本身就是一个覆盖 作为它核心内核的一个艺术形式 它本身就是反叛 它就是可以覆盖的 而且这个地方什么避开不避开 他们两个月基本上就完全 你去可以Google map去搜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之前这面墙被涂上了 United against Reason 就是联合起来反对种族主义 然后大家都是叫好 我可以后面把那张图片发给歧视 真的是歧视 就跟以前那个作品 呈现出来 而歧视是怎么样 是中国人自己歧视自己 这个是最有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就是 即便你不涂 别人也会涂掉 肯定的 那他们说的那个 就是已经过世的那个涂鸦艺术家 那个作品 你当时知道它已经过世了吗 其实我确实是不知道 但是我也不可能去知道 因为说实话 这个死掉的人 通过我这个事重新火了一把 不然根本就没人在意这个事 说实话 这面墙肯定是有很多死者曾经涂过 它的东西就是被覆盖了 作为一个艺术作品 你想要永远不覆盖 你就进美术馆 不是街头 你街头的话 你死了就多给活人留点位置 我说的难听一点 我想问的是 在涂鸦艺术界 是否存在这样的规则 就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涂鸦艺术家的作品 同行会给他保留一定的时间 以示对他的尊重 那我觉得可能 depends on 就是看个人吧 有些人可以尊重 有些人不尊重 对吧 这个就是个人选择 因为涂鸦本身从美国开始 对吧 就是在地下做 本身它就是一种阶级反反 它一直是一种很政治的行为 本身 它政治一开始都不叫艺术 就是要把你这些什么奢侈品店给它化了 给你破坏了 没有所谓商业化的美感 更多就是写个大字 就跟国内到此 有没有任何区别的 这个就是底层人民寻找存在 就是阶级性的构枕这种形式 然后再通过西方的 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的 这个意识形态输出 通过美国的这个 我要自由的国家 所以我把这种形式给它变成艺术 把它放入殿堂 形成一个很雄伟的一种状态 然后还要越化越好看 越化越高级 然后变成就很商业化的一个地方 这都是后面的事了 你是说涂鸦本身 它的最核心的东西是颠覆 也包括颠覆自己 也包括反叛自己 其他人的作品 当然当然 而且我们最有意思的是 我们那天去当地问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在做大面的涂鸦 他们把我那面墙 那面那面墙全部都涂黑 而形成自己的名字 然后我就说 那你介意自己的东西被覆盖掉吗 他当然也不介意 因为他覆盖了别人 而且他那个也很丑 如果从西方架势上 从审美上来说 很single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们对面那面墙是吧 对 就在我打算做这个事情的 大概前一个月吧 那你们那天坐这个墙的时候 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从那天的11点到早上的五六点 最主要是中间因为东西被偷了 所以说单搁了一会儿 你们坐的时候 我看还有一些路人过来 一起跟你们参与进来了 是吧 我看照片 是的 他们当时是什么情况 是你们主动邀请他们呢 还是他们看你们往墙上画的时候 然后主动就愿意上去 来参会吧 他们就觉得很有意思 想上来涂一涂 其实很可惜 就是这个视角 在那个相机被偷了 本来我们是要做一个 很完整的纪录片的 但是这一部分少了一部分 后来那些丢的那些素材 也都没找到是吧 那肯定找不到 那伦敦那个警察 根本就是摆设 是吧 他觉得我这边有这么多 这个打架的杀人 哪有时间管你这些 你钱丢了 谁让你自己曝光好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 这件事情 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应 这个东西是一开始 是很多媒体已经开始发了 很多人走路过了 一些路过人 已经开始拍了照 在那发了 我还没有发 我那时候也想着说 要不带他反应个五六天 六十七天 但后来发现 他这个确实上升的很快 有一些做自媒体的朋友 他们就说 你快发 你们发这个流量就被抢了 会啥的 然后组内人其实先发的 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直接就at我 说我是组创 导致呢 我就觉得那行 那我就发一下吧 我就发了 我那时候也没有觉得 他有多大的问题 主要用的就是Instagram吧 然后一天之后 忽然这个分线就转了 就转变了 就堆人在那骂 那当时这些人骂你啊 那些内容啊 把那个脏话的内容 剔除掉啊 那么很多人就认为 你这是相当于一种文化入侵 因为代表了中国的24个字啊 社会主义核心价之官啊 放了伦敦 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 一个街头啊 你怎么看 他们这个看法 我真的觉得 这些 这些都是对原初的一些 质疑了 但但这种质疑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有些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说 那文化入侵 那全世界都在文化入侵啊 那你你接收到的西方的东西 也是西方的一种文化 我觉得就是意识形态 国家极其这种 这种软性文化 它就应该还是可以自由的出路的嘛 对吧 其实这里可以聊的 反而是文化自信的文化 文化自信和文化出书 这两个人是在一块的 那么多人是没有文化自信 对这件事情 你说没有文化自信 是指是什么人没有文化自信 中国人啊 大部分中国人吧 他没有文化自信 因为他无法 就是很多中国人 他们说这个家丑不可外扬 你把这个东西 中国的丑事 或者说觉得不好的东西放出来 那其实我我个人认为 一个国家的文化要自信 首先这个国家 你得直面自己的历史 你得知道 你得愿意把你的家的丑事拿出来 你才能自信 遮遮掩掩 你怎么自信呢 你肯定自信不起来 那你觉得这24个字是中国的丑事呢 还是说好的东西呢 当时你把它放到那个墙上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吧 这种事就是一个事情 而且这事情也过去了 现在中国也不是这样子的方式去放的嘛 它起码稍微有点设计 稍微美观了一点吧 对吧 再加上我们要根植于当地的环境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对中国可能没有价值 但是对西方太有价值了 这个事情 你说对西方有价值是指什么 特别是在对Brickland 对东伦敦 它是一种非常强的对比 一种怎么说呢 两个极端吧 它是一种碰撞 这两个极端指的是什么呢 两个极端指的是什么 一个就是非常整齐划一 绝对的话语嘛 对吧 所以说我说当地域凉光照进东伦敦街巷的时候 这24个字庄严而荒诞 荒诞是因为它在一个这样的地方 东伦敦这个地方呢 它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极端 纯粹的自由 纯粹的犯罪 纯粹的混乱 纯粹的马鸡 鸡满鸡 这种就非常强的对比 而现在这个完全被覆盖掉了 完全被覆盖掉之后 说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墙更美了 因为它被我们一搞 它稍微干净了一些 后面的艺术家在上面播的时候 米色很白 它已经很好看了 我可以给你发图片 真的就经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洗礼 它更漂亮 这也是我一开始就想到了 其实我刚才那个表述可能不是特别准确 就是有的人认为 实际上你把这24个字 写在了东伦敦的墙上 其实是一种代表着中国价值观 对西方价值观的挑衅 它要这么理解可以 所以说我说这个东西是一面镜子 有不同人 它也可以以自己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这才是艺术的错误 因为最开始激起了人们的很大的兴趣 很多人是基于这样一种的看法 他们才会有强烈的那种不安感 然后才会有比如说对你的批判 人肉你信息 然后对你们认为这是小粉红攻陷东 伦敦的一个象征等等 这个就有这些事情导致了后面一些艺术评论家评论 我们就有深刻的聊过这个事情 如果一个小粉红他能做出这个事吗 BBC还问我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中国政府受益我做的 我就觉得太搞笑了 如果他真的是小粉红 他应该涂到国会大厦去 对吧 他涂在这儿就算什么 不一定 原来涂到国会大厦去 那个有法律风险 那你做政治不就是这样的吗 做政治你就是得学宇宙 就是得斗争 对不对 那他不一定非得要这么烈度高的这种方式吗 但是以这种方式引起了媒体的高度重视 其实已经起到了效果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其实是 社会主义价值观对英国 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的挑衅 他这种方式一定存在着 对西方价值观的一种揭露 问题的揭露肯定出现了 但是事实是 反而是中国人更憋不住 比如说有一些中国人 他反而就是英国人那边道歉 我觉得是不可理解 人家英国人还在那里看 这到底什么意思 很好奇 其实很有意思 人家都非常的 take it easy 但是这里可能会有一点点 怎么说 就是语言障碍 就是说一般的英国人可能看你这24个字 可能看不太懂 而且他也不知道这24个字的文化含义 就是因为他看不懂 他要去谈嘛 你做一个文化书书 你得调动他的这个积极性才行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反应不像这个中国人那么激烈 是因为他们可能不能直接的理解你这24个字的含义 也许他要是能直接读懂的话 可能也会觉得被冒犯 你看来自于社会主义中国的那种符号 竟然写在伦敦的墙上 我是这个意思 这我觉得这个你说的没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后面的二创能够引发他们再度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当然需要准备事情才能让他们去引起关注 包括我们之前也在讨论说要不要去给他translate 要不要给他翻译 在后面不要一点翻译 我就觉得那不行 那就没有那个味了 必须得纯正的 原汁原味的 对原汁原味的 就是把伦敦当作北京的街头一样 那现在北京解脱也不这样 别这么说 你这把我推到火坑里 那倒没有 其实我们国内确实业也还有一些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完全把伦敦当作中国的某一个城市 对 但是他现在我觉得起码一二线城市是没有 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三四线城市还残留着一些这样子的方式 他就是把伦敦当作中国的三四线城市 确实挺村的伦敦 我跟你说 真的这几个字放在东伦敦那几个墙上 因为他本来就是砖墙 然后还很破 就非常的像 天啊 太美了 我看 那你为什么觉得就是说 这些中国人他表现出来的不是文化上的自信 你是觉得这种东西放到伦敦去 大家都坦然接受了 才是一种文化自尽吗 我当然承认这个事情 它是大有某种伤害的 这我一开始也想到的 你说这伤害指的是什么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 因为这个符号是有一定的冒犯性的 可能 其实这个点也是我之前一直在考虑的 但是其实艺术 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创作 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挑衅的行为 比如说曾经有一个艺术家叫马萨杜上 他把一个小便池放到了这个美术馆里面展览 那那个时候也是所有人都在骂 说这算什么艺术啊 你给我滚 全部都在骂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挑战边界的行为 也就造就了从他开始的当代艺术 对于某种边界的试探和讨论 那这个本身是存在非常巨大价值的 那我当然不是说给自己脸上贴金 或者说这个事情怎么样 或者说当代艺术在某种程度上 它就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和反叛精神 背后有它巨大的价值 它引出了一些社会问题 引出了一些对于这个固化的体系的一种挑战 那就你这个行为来讲 你觉得这种冒犯或者说伤害 是伤害一部分人的情绪啊 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然后体现在这个后面人的反应啊 比如说网报问题啊 体现出这个后面人对艺术家不尊重的问题啊 就自由表达受到限制的问题啊 这个反华的人他的这种这种非常 就是那些反对的人吧 不说反华人也有一些不是反华人也反对 但是这些人的这种这种非理性问题啊 包括因为我家人也受到影响 就我觉得我做一个事情 我自为自己负责 但我父母也接到什么恐吓电话呀 这种那那我就觉得有点难受 包括我的组里人 所有的我的组员 甚至一开始的信息都被全部放出来 我的组员他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完全就是很困难 就是甚至有有有我的组员 他就希望我公开道歉 就说对不起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有错了 然后我是坚决不同意 我说你要道歉你自己道歉 我不会道歉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有价值 就因为这样他才更有价值 才更能表现出作品的意义 这个背后的问题 但是确实是那个时候 能够感受到这种恐惧 带给这些带给我们大家的一种状态 就是明明是一种自由表达的 一个环境内的一个创作 最后在这种强权威权的意识形态下 一样变成了一个小中国 那个尼采有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嘛 就是我也觉得他是非常好的一句话 就是说 当一个人与龙战斗久了 人也会变成龙 其实还有一种翻译叫做 当你淫世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淫世你 就这件事情能反映出这群人的一个状态 就你最后变成了跟你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反对那个人一模一样 而且甚至你可能比他更糟糕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虽然反对威权社会的中国 但实际上他们那个做法 跟共产党也相长无几 我觉得可能更严重吧 他们自然产生的这种意识形态 也是一种威权主义 对我的这种网络暴力 它本身也是一种威权 它本身也是一种集体的权力的展现 这种evil的这种权力展现 这点是您看到的 我看到你的这个视频里面说了 那这是我们局限在中国人的视角 去讨论这件事情 你觉得它对西方的价值观 构成了冒犯吗 当然它非常强力的 首先对于这个 他们所谓的自由 就我们在讲说 自由它并不是没有边界的 而且纯粹的自由 它是存在问题的 你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 比如说Counsel 他之后介入要把这个气息涂白 包括所有的媒体 他们没有办法去全面的报道这件事情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西方报道你的媒体 也并没有充分的把你这件事情的 全部真相把它报道出来 是这意思吗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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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因为可能跟体谅有关系 就事情很复杂 比如说你认为 就是说最应该报道你的内容 你也讲了 但是它没有报道出来的是哪一部分 很多啊 比如说我个人的一些 前期的策划 想法上 艺术性上 其实我更多的是 我觉得我语言 就只能更多的是通过一种艺术的形式 所以说我说 我真的是没有立场 不是说我没有立场去做批判 我没有立场去展现社会的问题 而是每个社会都有问题 就我很难做批判 我觉得我很难做审判 哪个是好的 哪个是不好的 对吧 而且好与不好重要吗 也没有办法呀 就是最后 那当然还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重要 对问题本身来说 比如说您的 我觉得您的工作非常重要 我觉得您的工作很有价值 对于一些问题的揭露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其实做一个艺术创作者 我很少做直接的审判 也是因为毕竟看到问题很容易 但是管理问题是两个难度 对吧 你让那些人去那个位置 他们能做的比习近平好吗 不一定吧 我可能做的可能更差 对不对 你让我去做我也不行 我肯定比他差 我觉得我肯定比他差 我理解你刚才说的话 你就是说 当然没有完美的社会制作 哪个社会都有问题 那毕竟实际上是 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描述 中国社会的问题 和描述英国社会的问题 那你觉得这两种问题 是在同一个维度吗 我觉得这个视角也很 很难让这件事情 是纯粹可观的 比如说您是 曾经在中国工作了 很多年的记者 所以说您更多的 还是会关注中国的问题 对吧 那西方记者 肯定会更多的 关注西方的问题 就很难有一个人 他把所有全世界的问题 全部都观看一遍 然后他去评判 到底哪个是更好的 那也不 也其实很难做到完全 因为信息这么多 所以我就不能做出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 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我可能也像 我会像您一样 我更了解中国的情况 那当然我来到英国 我感受到英国的状态 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 很多人是屁股决定脑袋 他坐在哪 他脑袋就在哪 那我觉得脑袋 决定屁股也有点问题 我觉得就是 可以站着 就不同地方 你都坐坐看 其实是种体验 其实我并不要求你做客观评价 就是其实是主观评价 你比如说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肯定我会说 是哪个国家都有问题 哪个社会都有问题 但我认为 中国社会可能那个问题更严重 我不会认 因为我作为一个言论工作者 因为我感觉到 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 受到的限制 或者说我一旦冒犯了 他们制定的规则 那后果非常严重 我在西方社会 我在日本生活 我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这种限制呢 它只是让我觉得不爽 没到危害我工作程度 职业生涯的那种程度 所以我肯定会说 这不是一个维度的问题 我了解 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 它显然是不同维度 它显然是 它甚至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呢 那哪个程度更严重呢 这个就很难 就是当评价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可能只能结合到 我个人的因素上去聊了 对吧 我之前在唐州做美术馆馆长 在那工作了一段时间 当然因为疫情的时间 这个整个管理有点问题 那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好时机 我就出来了 那出来之后 那我会发现这个人种问题啊 那我想要再在英国做馆长 那基本上不太可能 因为在这边 我连做一个策展助理 都面试好几轮 然后最后还被刷掉了 而且它一年多少k 26k 就这个工资在伦敦是很难生存的 可以说 一年26k不就是26000英镑 对 一年 而且还是税前了 那从我个人角度 甚至我比如说我在国内其实 更容易赚钱 这个也是事实 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说 这是不同的世界嘛 对吧 那我也承认 在某些方面中国友好的 起码从我个人生活质量上来说 我其实觉得中国的生活质量是 确实比我在英国的生活质量高的 那我的收入上 我其实现在也就是毕业之后 也就是带带学生 而且这个学生还是中国的学生 就是那种 教他们怎么出来考试嘛 就是来到英国读书 那其他我在这边 你说你让我去洗碗 我有点不太愿意 我还确实去洗过 去感受了一下 我不来英国 我基本上不会去感受这种东西 就是对我个人来说 它是一种很实际的东西 就是不管是左官上 还客官上 它都有好与坏 所以我觉得我很难去做教育门 甚至我会觉得 就我目前来看 其实我在中国肯定是活得更舒服的 我有话语权 我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我语言没有障碍 专业性也更能够被体现 但是在这边 我或许能够做更多不一样的创作 创作上稍微自由一些 这个是事实 我能这么理解吗 就是说你其实不太愿意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都一定要说 我就是藏着 不敢说 不敢说这个话 就觉得 明明觉得其实就是中国比西方差 就不敢说 但我真的没有这么觉得 我是真真实实的觉得 这个东西 你没法说呀 就是你认知全面嘛 我觉得我做这种评价的时候 我得先 我对西方有更够了解 虽然对中国确实有很了解 但是我不够全面嘛 对吧 对 但是我想 作为每个中国人可能都会这么理解 都能理解到这一点 就是你如果直接评价这个问题的话 对你个人实际上是有简单的风险 你比如说我 对我知道 我之所以 我之所以愿意坦诚回答 因为对我来说 我不想回中国了 我无所谓 其实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你的处境 因为你并没有下定决心就不回中国了 因为你的家庭还在那 说不定你还可以将来回到这个地方去搞艺术创作 但是假如说 你要是面对我的提问 你就是坦诚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你将来回去的时候会到麻烦 你自己有这个顾虑吗 那我当然有这个顾虑 这个也是现实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影响我 我说我现在想说的话 我现在在说 我觉得我确实是作为艺术创作这件作品本身 它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的立场 它不存在对于哪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支持 或者反对 或者单纯对于哪个国家的一种反对 另外对于这个两个世界的评价 首先我从客观上 我觉得我无法认知全面 我没有办法去做 其次我觉得我不是管理者 这个在处理事件上 我也没有这个角度 从处理上没有这个角度 再次再次是说实话 我觉得说了也没有用 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 你也说过比如四重桥这个案件 我觉得它甚至可能还会加固这种东西 反而不一定是好事 所以说我觉得艺术它厉害的地方 它像一个魔法一样 它是一种温柔的方式去 当然我这样说肯定也有点理想主义 我希望它是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去 而不是一种行动斗士一样的方式去做 而且自我上也需要不断的去考虑 比如说很多人都说 你这个事情你怎么不去中国做 首先我在中国做就没有意义 它就不成立了 其次我觉得你说这个世界你可以这么做 这个世界它不能这么做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好的 这种论证是很荒谬的 对吧 但是有人会说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在英国 冒犯英国的价值观 但是你不敢在中国 冒犯中国的那种 维权体制下的价值观 他们是想搞到这个意思 你觉得这个说的是事实吗 首先我觉得 其实我也没有很强程度上 特别的冒犯到西方价值观 我明明有做的让他们觉得很那个 就冒犯到你这种程度 至少你在英国是自由的 但我觉得这样的对比是不足以论证 哪个东西是好与坏 而且说实话 我为什么说自己有点虚无主义者 就是没有什么好与坏 最后真的这个事情最后历史会证明 对吧 谁胜利的 谁胜利的谁就是对的 是不是 这是你的逻辑吗 你认为就是谁胜利的 谁就是对的 不是我的逻辑 是世界会这样 对吧 比如说斯巴达打败了亚点 对吧 我们都知道 那你觉得斯巴达就是对的 亚点就是错的 在斯巴达刚打败亚点那个时候 在斯巴达那个世界 斯巴达是对的吧 那肯定是对的 那在现在我们已经不在斯巴达那个世界了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 是以我们现在的 这个对的人的视角去看这个东西 所以你觉得没有所谓的一个普世的恒定的价值观 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当然有一些作为本质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是我希望我能保留的 就是最本质 我觉得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生命力的东西 但你说对错 很难去说 我也不是什么大学者 我没有这个这么厉害 很难评价 那你怎么看待后面那些人 对你这个作品的二创 就在你的作品上面 就是开始写各种各样的注视 比如说你写自由的时候 旁边人写上铁链女 你写民主 有的人说是什么终身制的 独裁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 就是对于两方都展现出了他的状态 但他应该想到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二创和我做之前的那个创作的时候 是一样的 你也在覆盖别人 你甚至把人的脸啊 头啊全部给贴上去 对吧 那一样啊 就是两种极端直接呈现出来了 但是作为涂鸦 这个在西方场域的价值观下面 这个就是北云式的 而且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嘛 对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问题这个层次是非常简单的 也其实不值得讨论啊 就是说我们还是把他放到一个艺术的层面上 或者说社会价值的层面去讨论 因为你作为一个创作者 你涂鸦完了之后 有的人在你上面进行二次加工 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新的作品形态 而这个新的作品形态 我相信你作为原创作者 一定有你自己的理解 我自己 我看完你的这个第一个原创作品的时候 和看到二创作品的时候 我那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 第一次看你的原创作品 还没有二创的时候吧 那确实有非常大的那种侵略性 冒犯性 就是他是在东伦敦的一个墙上 用那种砖墙刷的白底红字 写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自由民主平等法治 但是当那些不同的人 不停的在上面写注写的时候 写铁链语 写终身制 写什么什么那些的时候 这个他就会呈现出很多荒诞性 因为这种荒诞性呢 就是他把我们平时生活中间的常识 经历 记忆 这些东西呢 注解在了那个24个字上面了 所以他呈现出来了一个新的样态 那这个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是 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做这个事情 我就知道会 后面肯定会有人起来 要去做这个二创 但是确实比我想象的更加激烈 特别是这个 网络世界 这个网络世界 这个激烈程度比 不亚于这个 不亚于这些政变墙 我最后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未来 你是打算在英国继续生活 工作下去呢 还是打算回国呢 其实我这个我确实在考虑 我现在没有做决定 说要在中国还是在英国 你现在是已经毕业了是吧 对我已经毕业了 那我是可以留在英国的 因为我拿到了这个 Global Talent Visa 就是一个签证 就相当于全球人才签证 是艺术家 作为艺术家可以申请的 但更多的是 作为一个艺术家 其实很难生存 所以我现在 包括我家也在国内 我不可能是要弄得回不去 最后想要说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还会再看 再看情况 就是如果再能够在英国 生存下来 吃饭的问题 能够解决的话 那我可能 也更希望多待一段时间 这个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对中国的体制 对中国的艺术市场 我确实也是存在 也是比较失望 失望 其实确实 我这个可以承认 就是对于内容 创作者来说的话 其实中国是比较限制 对 哎 这个事没办法 那你这个艺术作品 这一次在英国 应该引起了 非常大的反响 那对你在英国 未来的工作有帮助吗 没有什么帮助 这个只是创作本身 可能受到更多的关注 其实我也在考虑 这个倒是可以跟您取取经 我是现在考虑说 要不要做YouTube 但是艺术呢 它又跟这个 其他内容创作不太一样 它更多的是一种 视频可能只能作为一种 技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